新书快报 在科幻动漫电影当中常常出现一个题材 那就是人类要探索外星球 或者是移民到外星球 有一个很有名的动漫影集 叫做星界迷航记 它的传送器就可以把人 瞬间地从外太空移动到星球的表面 不晓得现在的科技能不能做到这些事呢 其实有一些科技 它或许是已经或许是即将出现 要带着人类往外太空迈进哦 为您介绍知名的科学家 加莱道雄所写的《离开太阳系》 请到的是说书人吕维正 维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加莱道雄 他看起来是日本人的脸孔 但他其实会讲英文 而且他在美国的科普界非常的有名 可以说可以写 还有很幽默 又有科学家的权威 我看他这本《离开太阳系》里面 提到了很多新的科技 这些科技是非常可能出现的哦 而且它可以让我们 可以快速地在星际宇宙之间移动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作者加莱道雄呢 是以未来100年内啊 应该有望可以出现的一些科技啊 来给我们做这个介绍 我们目前科学家有发现 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一颗 比较像地球的行星啊 叫比灵星 它距离我们大概是4.2光年 我们现有的一些火箭发射升空啊 是速度都要走420年才可以到的 所以说在加莱道雄看来啊 在本世季末 应该可以发展出一种核融核火箭 它的速度其实也还没到光速啦 大概只有光速1分之1左右 可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时间大概也只要42年就到了 还是很久耶 对 还是很久 所以如果你是太空人 坐在太空船里面的话 它要经过42年才会到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科技啊 也比较有望可以出现 叫做光帆 光线的光 帆船的帆 其实这个光帆的确跟这个中世纪的那种海上的帆船很像 因为其实光啊 我们虽然看不见 其实它也是一种所谓的例子 就是当这个光啊 打在这个帆上面啊 也可以像这个风帆一样 被风吹动那种概念 因为这个光子 它的速度就是光速嘛 所以说光帆一直被这种光子推动 它可以接近光速 大概可以到五分之一光速的时间 那颗比灵星啊 我们大概花21年就可以到了 虽然还是很久啦 但是已经快很多了 这个加莱道雄啊 在这本《离开太阳系》当中讲到说 可能用这个光的速度推动光帆 在这人到几光年之外的星球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是 人的身体承受得了吗 在书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行的移民方案是 可以超越这种物理限制呢 身体会不会因为太快承受不住啊 大概只有这个太空船啊 从地面上发射这段时间啊 太空人遇到的压力会比较大 真正进了太空是还好 可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 你最快光帆也要21年 也实在太久了一点 所以呢 其实加莱道雄啊 他在书里面提出另外一个想法 听起来是蛮可惜的 现在我们这个 因为电脑科技很快速啊 已经有人在研究一种方法 就是把整个大脑的神经网络啊 整个用电脑去把它记录起来 我整个人 包含我想什么 我做什么 我记忆的 甚至呢我感受到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把整个灵魂啊 都记录起来 如果这样做是可行的话 这个记忆的过程我就把它全部上传到电脑 然后呢用光速把它发射出去 因为他说啊 雷射它可以存在一些资讯在里面 因为雷射就是光速嘛 那我今天到比铃星啊 我不是用太空船 我的真人人体去 不是啦 我只要把这个我的灵魂 我的思想用雷射射过去 只要4.2点就到了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前一刻我好像还在实验室 以后一刻我已经到了 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他真的是很厉害 就是让我看这本书就觉得很兴奋 就是他的理论啊 其实都有科学根据 然后呢听起来很有道理 而且好像跟真的一样 所以离开太阳系是有可能的 但可能是用灵魂传过去的方式 而不是整个肉体过去 不过我想这后面可能会引发很多道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加莱道雄可能不care这个 他是科学家啊 他比较在意的是说可行性有多少 之后其他慢慢再想吧 离开太阳系这本书当中 我觉得加莱道雄还有提到很多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创举 例如说有很多有钱人 早就已经在做一些可以回收的火箭 让太空旅行变得比较便宜 那其实还有一些科技是 好像快要达成 但是还差一点点的 能不能为我们做介绍呢 有啊 其中有一个啊 其实大家可能已经听过了 叫做太空电梯 所谓太空电梯的概念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电梯 就是比方说从一楼啊到二十楼啊 一个电梯的车厢嘛 在一个一个管子里面不断上上下下吧 那其实太空电梯的概念就是说 地球的上空的某个点啊 做一个类似像是一个小型太空站的感觉 然后呢这个太空站跟地面啊 会有一个垂直的直线啊 一个就是我们讲那个电梯的管道间 然后呢电梯就会在这个管道间里面上上下下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这可能吗 这会不会断掉啊 因为太空这个很高的地方 可是他说啊 这个太空站可以利用离心力的概念 让这个长长的太空电梯 其实根本不会断掉 但是问题是说 现有的这种钢铁啊 现阶段可能还受不了 可能会断 但是呢他提到说啊 有一种新材质在发展中 叫做石墨锡 比钻石都还要硬 如果说啊 现在科学啊 能够把这个石墨锡啊 给它卷成像管子一样的一个结构 它又薄又坚固 那么它就可以做这个太空电梯的管道间跟这个车厢 那这样这个太空电梯啊 就可以成型 我觉得这个加莱道雄蛮厉害的 他在讲这个离开太阳系的各种科技 讲的让人产生希望 觉得是可行的啊 但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说 我们想象不到的啊 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用自己的肉体 离开了太阳系 要到外星球去的时候 我光是想到那个重力跟气候 就有可能让我们根本活不下去啊 我在科幻电影阿凡达里头 看到人可以穿机器装 所以可以去战斗 那不想说现在这个东西到底是可不可行呢 其实这样的科技啊 这些年来啊 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比方说我们如果是那种搬运工人啊 你就穿上类似这样的机械装 这个机械装它本身有动力 它可以感受到是 比方说你要把东西举起来 它就帮你处理 让你不用出这么多力气 这样的东西呢 在外星球上啊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这个重力很重的星球 最需要这种机械装帮你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去行走啊 去做各种运动 除了这种机械装啊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基因改造 我们常常在最近这几年很多所谓的超人电影里面看到很多就是那些了不起的超人 其实现有的基因改造科技啊 也许啊在将来的100年内啊 我们会能够找到一些让我们这个人类的肌肉啊大幅长大的一些基因啊去给它改造一下 这样子的话人的力气就会变得很大 那甚至呢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也许有些星球这个空气啊 气候很不适合我们 可能有毒 那也许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基因改一改 变成是我们可以去适应量子的一个气候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人体啊 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些星球上运动 也不必穿那个笨重的机械装了 所以美国队长啊 蜘蛛人都是这样来的啊 如果人类要离开太阳系到别的星球上去的时候 可能可以试试看基因改革 但是基因改革呢在地球上就已经引起了很多的道德争议了 我还蛮好奇的加莱道雄到底在书里面 有没有谈到这种透过DNA或者是意识复制到遥远星球上的机器人 引起的可能的问题呢 其实加莱道雄在这方面的看法 我觉得好像也蛮类似一些所谓乐观科学家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了 基本上他对这些科技啊并没有什么批判 但是他引进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观念 好比说啊刚刚提到这个改造人类啊 那会不会就有一个优生学的问题 就是小孩还没有出生就被改造成超级了不起优秀的人类 可是你没有钱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个事 所以你生出来的小孩就不够优秀 可是加莱道雄会认为说啊 如果将来全人类都接受这样的事情 然后当你这个市场变大了之后 其实这方面的科技啊也不会那么贵 那其实也就没有所谓道德问题 因为大家都接受了 就好像我们在这十几二十年 接受了手机这么方便的科技一样 没有人会说手机不好 所以前提就是要科技又便宜又好用 大家都会用 大家东东变成超人就没有问题了 这本书叫做离开太阳系啊 有这么多议题都可能就要发生了 今天非常谢谢说书人吕维正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离开太阳系 谢谢维正 谢谢大家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